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七点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4年的5月22号礼拜四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要来讨论一下过敏 包括花粉过敏 包括食物过敏 以及治疗还有他的症状各项问题 邀请到的嘉宾是南湾过敏急哮喘专家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安林医师 徐医生你好 好久不见 周乐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都认为在春天的时候是花粉症最旺盛的时候 其实到了进入夏天也是花粉症比较厉害的时候 但是花粉的过敏源就不同了 对呀 春天的时候在我们湾区呢 主要是一些树花的花粉 树花 树的花 对 像比如说松树啊 柏树啊 还有慢生边缘的橡树 核桃树啊 这些呢是主要在早春和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天三四月份这段时间引起花粉的 那其实等到天气暖和像现在的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草花的季节 草花 好那举例说明解释一下草花大概有哪几种类 OK 其实我们常说的过敏当中引起过敏的这种草花花粉 是指就是像我们草地上的草 它有不同的种像比如说 Bermuda grass啊 Kentucky bluegrass啊 Ryte grass啊 这些都是不同的名称 但是实际上看起来都是这种绿色的细细叶子的草 在我们的山里漫山遍野的 其实都有这种野生生长的草 grass 那它呢到四月到六月期间呢就会抽出像麦穗一样的这种东西 那看上去像一个小麦穗事实上那个是它的花 那它因为是枫梅花 它没有花朵 它要靠枫来传粉 而不是用昆仲来传粉 那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 它会产生非常多的花粉 飘在空气当中就会引起很多人的过敏 草花引起的就是在每一年的四到六比较盛行的时候 对 那这样子得来的敏感的话 我们的症状是什么呢 其实树花过敏或者是草花过敏的症状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过敏源不同而已 就引起这个症状的原因不一样 OK 那症状呢有 大概有很多病人现在都在go through这个啊 就是眼睛很痒啊 然后一揉就红啊 然后呢鼻子很痒啊 打喷嚏啊 一打起来好多个停不下来啊 然后这个鼻水长流啊 这个鼻涕就是这样子流出来 然后鼻塞啊 那有的病人呢还会有喉咙痒喉咙痛 耳朵痒 耳朵痛 或者是耳朵堵起来 像坐飞机一样 这个 OK 这种感觉 您提到的好几个症状 可能是单向或者是有几项 或者是有一些人比较不幸的的话 就所有刚才所提的症状 大部分他都有 对 所以病人 这个我们的病人可能他会就像周朗讲的 他可能是一项 或者他有好几项 或者所有都有 还有一个就是咳嗽 有一种就是过敏的现象叫过敏性咳嗽 那这个病人就会老觉得喉咙那边卡了什么东西 就是一天到晚就不停的咳 不停的咳嗽 这个最近的天气比较热 但是有的时候又夹杂一两天的比较低的温度 或者是伴随着有风 所以有几项症状发生的时候 这个病人本身真的以为自己不是过敏 而是得了热伤风 对 所以其实这个伤风或者伤风感冒和过敏的症状 有的时候是确实是很难区分的 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一般自己用的方法 或者跟病人说的方法比较简单的 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过敏呢 那多半的时候两个礼拜啊 三个礼拜甚至两三个月 同样的症状一直会持续 因为同样的花粉它会开那么长时间嘛 一般如果是伤风的话 大概一两个礼拜症状就应该完全消失了 就应该自然消失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过敏病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痒 感冒的病人呢 很多时候会觉得鼻子痛啊 头痛啊 喉咙痛 它会有一种痛感 因为它是那个病毒感染引起的 而过敏引起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痒 嗯 是痒 对 其实每一个病人呢 在有几项这个症状的时候 都要自己好好的观察自己 对 才能够知道有哪一些症状是有的 跟哪一种引发的原因比较相似 然后才能够比较正确的去就医 对 如果实在不知道呢 就找自己医生询问一下咯 Family doctor是吧 对 Family doctor可以开始 嗯 嗯 如果觉得自己可能跟过敏症状有相符合的话 我们也很愿意帮助 当然我了解 可是有一些人呢 他自从到美国来以后一直都 这个体质都没有敏感的 嗯 嗯 万一得了以后 也许在最初的一两年 他都不认为自己是敏感 或者是过敏 而他得的就是过敏 对 那其实今天早些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病人 他就说呢 他的鼻子塞起来很不舒服 那去年他其实夏天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眼睛痒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鼻子塞起来 他以为感冒了 但是从年初一直到现在三四个月的时间 这症状都没有消失 嗯 所以他就想说哎 我是不是过敏 所以来找我 那他已经到美国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六七年 对啊 那今年是第一次有这些症状 今年是第一次有这个症状 那上个礼拜我还看了一位女病人 她很有意思啊 她来的时候眼睛都已经肿起来 嗯 然后她说我这样子会不会就长皱纹了 哈哈 然后她就说她说 西医生你一定要帮我啊 她说我下礼拜要去做cruise 她说我不能这样照相 嗯 所以我就赶快给她了一些比较强一点的药 所以她这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就看上去好多了 嗯 她也是第一年 一来就很厉害 所以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来寻求过敏医师来治疗的时候 多半都是用药物 但是必须要经过化验是吧 对 所以我们知道过敏其实有三个组成部分 那第一个呢 就是说有一些过敏源是可以从环境当中去除的 比如说成蚌呢 可以做一些至少减少吧 那小动物的皮毛的这个过敏源呢 也是可以做一些减少 那第二部分呢 是用这些化学成分的药物 那第三部分呢 比较严重的病人我们就会用脱敏针 或者想要根治的病人我们就会用脱敏针 不管我们是要介绍环境清除或者用脱敏针 我们都必须要知道这个病人对什么东西过敏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确实是需要做过敏测试的 做过敏测试 做过敏测试 我知道也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即使做完了过敏测试 也不能够保证 他这个原因真的会找出来 如果是对呼吸道的过敏源像花粉呢 灰尘这种过敏源 如果用的是那个皮肤测试的方法 那他的准确度是有达到95%以上的 那相当准确了 他相当准确 当然像我们看这么多病人 有没有例子说 他症状完全符合过敏 但是就是怎么也测不出来 那也是有的 也是有就是那5%的病人 那5%的病人比较少了 如果用血液检查的情形呢 他的那个准确度是稍微差一点 大概有70%到80%的准确度 好那治疗的方法是 当然我们都说对症下药 治疗的方法 哪一种过敏是怎么样来治疗 或者是有紧急情况的发生的话 是不是要用特殊的治疗方法 周乐你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问的这个面很广 其实从大面的 大的方面的这个过敏来讲 除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花粉过敏之外 还有过敏性哮喘 食物过敏 皮肤过敏等等 那这些他的治疗方法 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有一些情形 比如说哮喘和食物过敏 确实他在非常严重的时候 是可能引起生命危险 所以绝对是有紧急处理的方法 那一般像花粉过敏这样 主要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 那过敏的病人 真的会很miserable 但是至少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那我们治疗的方法 就会除了脱敏针之外 其他的呢 基本上都是用的药 都是很类似的 听说最近两三年之间 有一些过去 都是一定要处方药 现在都可以在 over the counter买得到 那这些在我们可以 现在随手在架子上 就可以拿到的药 他们的剂量 就是他的成分 有没有不同的level 有强 比较弱的分别呢 对 所以在柜台上 可以拿到的这个 治疗过敏的药 其实有非常多种 这个刚刚开始过敏的病人 也确实一个很好的 开始的地方 从最早前的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口服的抗组专案型的药 Antihistamine 那它分为两个两代 第一代呢 就是Benadryl啊 和 Claritin Claritin是第二代的 那像Benadryl这样的药呢 它呢 药效很强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大 人会困 白天吃呢 开车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是 所以呢 这个一般我们不建议白天吃 那像Claritin Allegra 和Zertac 这三种药呢 是第二代的 它们困倦的副作用小得多 它能够持续一天的时间也比较长 但它的药效呢 可能比班道座稍差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trade off 那还有一个类型的 就是带decongestant 像Claritin D Zertac D Allegra D 这一类的药呢 我在成年人是不太建议用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decongestant 这部分呢 是sudafet 它会增加血压 我今天才看另外一个病人 他就是当初吃Claritin D 血压 他平常的血压 大概130 90 所以稍有点高血压 这个男生 略微偏高 略微偏高 他吃Claritin D就增加到200 哇 高很多 高很多 那是会出问题的 是的 所以呢 这一类的药呢 我不建议每天吃 如果吃的话呢 必须得吃的话 要测自己的血压 那现在呢 还有一些低眼睛的药水 就眼睛痒啊 低眼睛药水 这一呢 是大概两三年前 开始Oral Counter 很不错的 有两种 如果听众朋友 需要可以记下名字 一个叫做Optivar O-P-T-I-V-A-R 另外一个叫Zaditor Z-A-D-I-T-O-R 那这两种药呢 药房自己出的 Generic效果也不错 低眼睛的药水 我不喜欢的 叫Vicin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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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那个反而是 很popular的一个brand 对 因为它广告 实在做的太多了 我是非常不喜欢 这一类的药 因为它是个 血管收缩的药 它可以让你 这个红红的眼睛 一下子看得 变得很白 变得很clear 很clear 很漂亮 但是呢 用多了这眼睛会上瘾 我有见过这样的病人 就是说一天药 每两三个小时第一次 他真的厉害的时候 我甚至需要给他 口服的肋骨唇激素 才能够把这药停下来 所以这类药 在我的意见来说 我觉得是应该 从柜上撤下来的 但是FDA是不听我的呀 那还有一个 一类喷鼻子的药 现在很快就要 go over the counter 那它叫做flonase 这是最老的一个 处方型的治疗过敏的药室 那个喷鼻子药 好像FDA已经刚刚通过 让它可以over the counter 所以有需要的病人 可以去用 可以看一下 这个药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青光眼的病人 它有可能引发青光眼 所以有青光眼的病人 或者家族有青光眼 家族时的病人要小心 是 为什么FDA会允许这么多 过敏的药从过去两三年 一直从处方药变成over the counter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请教徐安玲医师 徐安玲医师呢 他是一位西医 他一共在南湾有三家诊所 包括在San Jose 也包括在Mountain View 有一个统一的做appointment的电话专线 408-286-1707 408-286-1707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空中医疗站 今天访问的嘉宾他是徐安玲医师 他是在哮喘以及过敏方面的专家 在南湾一共有三家诊所 有一个统一的appointment的电话是408-286-1707 刚才我在好奇的问 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过去的处方药 现在都可以在over the counter买得到 那这个趋势是不止过敏 而是其他的病症都有这种趋势 就是变成over the counter 或者是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 这么普及 我觉得我是 首先我不是给FDA工作的 所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决定 我只能够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猜想 就是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 首先我们讲到就是说过敏 其实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 每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过敏 差不多美国将近要有一亿人有过敏 他在小孩子当中是头三大慢性疾病之一 在孩子当中 所以他就是得这个病的人很多 所以这样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的原因呢 就是说有一些过敏药 当然这个过敏的药物必须要 它的专利过期了以后 那一般要差不多20年的时间 对 专利过期以后呢 才有可能变成柜台上的药物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 为什么很多过敏的药物 可以变成over the counter 是因为它的副作用比较小 就一般现在甚至是处方的过敏的药物来讲 副作用也都是相对 在所有的吸药当中是非常小的 所以呢 FDA呢就比较放心 可以由病人自己去买这些药 也不会出大事情 明白明白 make a lot of sense 像抗生素的药物 它就不会 绝对不会让你 over the counter 口服的这些 对 在医生在诊断方面 如果有一些病情 不能够用over the counter 就来满足或者是治疗 他的病的的话 医生大概会怎么样治疗 然后采取的这个药剂 又是怎么样不同的呢 嗯 那就讲我们过敏专科医生吧 是的 我觉得我们主要的说 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分辨 这个病人到底是过敏 还是其他的病 比如说很像过敏的 就是鼻子过敏 就是鼻痘炎 哦 那你觉得是过敏性的 引起的咳嗽 但它有可能是哮喘 所以呢 有一些其他的病 你以为是食物过敏 但它也许是药物过敏 或者是擦的东西 所以这个医生 他所能带的就是 他的经验和他的知识 帮助病人分辨 他到底是不是过敏 然后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那从药物的 从治疗的手段来讲 比如说脱敏针 你不仅是不可以自己打的 而且一般的医生证所 也是不会打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管是你的家庭医生 还是我们用的这些处方的过敏的药 一般来说都比较新一些 它药效会更好一点 因为20年是这个专利权嘛 对 在这20年之内有新的出来 总的药比以前好 FDA才能够 approve可以处方 道理在这里 对 徐医师在过敏方面 有一些发生的症状 就是皮肤上 皮肤就有的 这个长的部位实在是很敏感 有的人他就是在脖子 脖子上一大片一大片的红的 然后又痒 那让这个病人实在是受不了 可是呢 我这个并不是说 对某一位医生有挑剔 而是说这个病人呢 他就去找了一位过敏的医生 那这个过敏的医生 为了解除他的痛苦 或者他的discomfort 就给他打一个肋骨唇的针 一针下去就已经消失了 在您的角度看 这个是 他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给他的是一个肋骨唇的针 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当然每个医生 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原因 不了解的话 我也不应该妄下判断 但是我想在这里说就是 我们的诊所 是没有肋骨唇针的 因为在我的意见 在我的观念当中 现在没有一个过敏的药 需要用这样大剂量 在身体当中存留这么长时间 因为你打一针 他在身体当中要存 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好比口服激素这么长时间 是的 这样子就是对身体 他本身对身体有很多的副作用 我觉得有这样的病人来的话 首先你要找出来 他为什么脖子上长 这样子的大片的红疹 他对什么东西出现了问题 因为最终你还是要找出来 他用的不好的东西 你以后不能再用了 对 你打一针 这个激素针 就是掩盖症状 如果他将来碰到这东西 他还会有问题 难道一直不停地打下去吗 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合适的 一种做法 这个人体 一个人的人体 是不是一辈子 对于打这种激素的针 能够承受的限度是有限的 所以激素呢 当他以注射或者口服的形式 到身体内部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副作用 主要的副作用 一个他真正的是减低免疫力 他会减低免疫力 至少他在有效的那段时间 第二个呢 他增加糖尿病 骨质疏松的几率 还有肥胖症的几率 青光眼白内障 那这个人得这些病的几率如何 是怎样呢 是跟他这一辈子所接受 这个激素的 不管是注射还是口服 跟他的剂量有关 时间长短和剂量有关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来讲 注射激素 它副作用对身体伤害是最大的 第二是口服的 而外用的 不管是擦的 还是喷到鼻子里 滴到眼睛里面 它的副作用是最小的 OK 所以在我用激素 我也有时候会需要用激素型的药 我用的 我都是以这种反过来的 这个顺序 从那个效果 从副作用最小的地方开始 有必要的再往上推 OK明白 我们今天要利用有限的时间 除了讲花粉 或者是草花的过敏 也要来了解一下 关于食物过敏的方面 食物的过敏的这方面呢 你有了这个过敏 有的时候症状发作的非常的快 并且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有的是在表面 有的甚至是在身体的里面 所以这个不得不注意 到底这个敏感 或者是这个过敏 食物也好 或者是对于外界的环境也好 遗传的基因的因素 占有多少呢 我们一般是这样讲 如果父母当中有一个有过敏 小孩子有50%的机会会有过敏 父母两个都过敏 小孩子有大概75%的机会会过敏 所以遗传的这个过敏性的 这么多年了 我也开始说过敏性体质了 这个所谓的过敏性体质 就是一个tendency 确实是遗传的 但是对某一样东西过敏 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没有特定 比如说父母可能对海鲜过敏 孩子可能对花生过敏 所以他过敏的特定的东西 跟他接触到 在某个时间接触到 都有关系 是 这个小孩子 有的是在幼稚园 有的是进了小学 他不得不跟外人 还有跟外面的环境接触 马上看到他有这个过敏的表象 这些症状 就觉得小孩子特别可怜 对 他自己也很无辜 有的是就看到柔的一双眼睛 像个兔宝宝一样红红的 当然就带来找过敏医生 那您也是按照一般的 一步一步的问问题 然后给他做相应的测试 然后再继续诊治 小孩子的过敏 就要重复的 每一年都要吃药 或者是打针吗 那要看他对什么东西过敏 如果要是对食物过敏的话 我们一般大概一两年 会重新再继续观察 就是他会不会消失 现在的牛奶和鸡蛋过敏 孩子 我们可以用active的 就是让他适应的方法 可以把他去掉 就是有点像打脱敏针 但是用口服的方法 这不能自己在家里做 这一定要医生观察 所以我们诊所现在可以做这个 那如果是花粉过敏这些呢 厉害的时候 确实有可能需要打脱敏针 脱敏针 一般过去的人都觉得 这个到了打针的地步 是已经很严重了 还有认为打针 哇 那他的后遗症可多了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误区 请解释一下脱敏针 它的安全性是跟大家所想的都不一样 反而更高 对我们在美国所讲的脱敏针 事实上不是指这些肋骨唇的针 反而它是一种全自然的治疗方法 在美国治疗过敏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一百年的历史了 然后根据这个病人有什么过敏 我们把它混成针剂 打在病人的皮下 它实际上是一种育苗 它刺激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自己产生保护性的免疫力 这个脱敏针里面不含chemical 没有化学成分 怀孕的妈妈都可以打 我自己怀孕的时候就打过脱敏针 怀孕的妈妈都可以打 对胚胎都没有影响 小朋友五岁以上 一直到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 如果有需要都可以打 它对身体内部器官没有任何影响 对孩子生长也没有任何影响 这么的没有副作用 对 而且它是唯一有可能治愈过敏的方法 治愈就是治根 对 所以有些病人打了脱敏针之后 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的过敏症状都不回来 好 我们的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我知道我在问的问题的方面 一定还有一些 没有问到 你认为是跟听众朋友 很有重要关系的请您做一分钟的补充 周乐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都很棒了 都很完全了吗 我觉得跟现在有关的花粉过敏的这些 我们基本上都cover到了 过敏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表象 像食物过敏 皮肤过敏 哮喘 这些 那他的诊断和治疗都还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困扰 请致电408-286-1707 408-286-1707 看看您自己的住处 或者是您自己的服务的单位 是靠近徐安林医师 他在南湾的三家诊所的哪一个地方最方便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再度能够访问到 徐安林医师 谢谢您 谢谢周乐 祝您有一个happy summer thank you you too 听众朋友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之后 我就要来访问金算子惠敏博士 我们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回到财经天地 金算子惠敏时间 嘿惠敏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股市今天收盘的成绩 标普500上涨了4.62 坐收在1892.65 道琼斯上涨了11.3 收市是在16544 NASDA是三大指数 的大赢家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五七等于二十三点四五点 坐收在4154.99 并且搭配其他的经济原因国债票面价值上涨 而十年的国债的回收率反而下跌 惠敏请教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觉得啊 这可能是联邦放出来的一个烟雾弹 这是就是让大家感觉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你想想当时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中旬的时候啊刚刚发出说哎呀有可能Q1要缩减你知道那时候有多恐慌吗 十年工在回收率在几个星期之内狂涨了0.5个百分点 然后然后呢 现在呢就是在基本上今年年初的时候都保持在3.0左右了 在前几个月一直在2.752.82.9之间徘徊 现在居然前几天降到了2.5左右 而且银行相应给的这个利息30年固定的利息 以及所有的ARM的利息呢都非常非常的好 特别ARM的利息都跟最低点的时候最多才差0.25到0.375 30年固定也比最高点的时候去年中旬七八月份的时候啊 将近降了一个百分点哎 我觉得我personal认为这是什么感觉 这是对银行来说 他觉得可能以后就再放钱的机会就做这一盘低轮低利息的机会快没有了 而且现在呢经济很快要复苏 房价在会涨对他们来说风险很小 所以他给的利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低 不然的话你想想 现在的Q1都已从850亿降到了450亿了 利息反而还降了比还没降之前反而降了 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呢 我觉得这是银行在跟我们客户同时都在打一种心理战和一场 我觉得他认为必胜无疑的一场战争 哇这样听起来这个是最后低利息的机会了 惠敏 对我觉得是必须把握住 我觉得还不要像说原来说哎呀我起码早码 现在是只要抢到一匹好码赶快上吧 好的 所以惠敏博士来给我们的整个的经济做一个summary 好我们先看一下最近公布的几个比较好的数据 你看这个费城联储局周星期五也就是上个月的5月16号公布的季度调查报告显示 经济学家上调了对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 同时对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下降的前景的展望总体上表示很乐观 这是第一 第二个好消息呢就分析师预测经济第二季度年增长率会达到了3.3% 此前只觉得只有3.0第三季度增长率从以前的2.8%上调到2.9% 第四季度从2.7%上涨到3.2% 同时经济学家预测整个2014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增加2.4% 然后此前二月份的报告预期增长2.8%这一休下休归咎于第一季度 你觉得好像原来只有2.8%怎么2.4%主要是第一季度的比较出人一雕的疲软 因为是大雪的原因嘛 然后此外呢2015年增长的预期为3.1% 同二月份调查报告基本上保持一致 从employment还有unemployment的这个数字又有什么summary呢 这个指数也是相当的好的 第二季度招聘步伐跟前一个季度比较相应来说是加速的 飞龙就业人数现在平均每月新增大约是23.2万人 此前预期只有19.35万人嘛 而且第三季度新增人数将有所缓和平均为20.47万人 此前预测只有19.52万人 而2014年呢全年平均新增的人数为19.65万 二月份调查报告为18.77 预测第二季度末将达到就是失业率呀 就是将达到6.4第三季度将下调到6.3 你看劳工部四月份的调查报告都表示失业率已经降到了6.3了嘛 其实到了6.3就离6%就不远了 对那是2008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最低点了 对这个礼拜央行在每个地区的主席都频频的出来喊话 其中以在旧金山联储局的银行的副总裁讲话的最具代表性 我们请惠敏来告诉大家 他说FED削减这个国债的计划已经接近了最后的阶段 并且暗示明年下半年很可能就开始涨息了 所以你看看这样的数据的情况下居然利息还在降 你说这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又是什么 现在就看这个黑暗维持多久 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可以观察周遭的环境 认为5月以来的最低点就是现在 那么可以表示现在的低利息的情况应该要把握最后的机会 千万不要错失了良机现在看看什么样的利息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是应该要准备自己考虑refinance了 因为这个是非常creative的 我们的头脑子里面一定要把自己的comfort zone 铺的面更大一点 先请惠敏来告诉我们做贷款的步骤 以及应该准备哪一些工作 好我在讲这个之前稍微修正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句话 你说不是今年5月而是从去年5月 你知道现在的利息是从去年5月到现在这一年来的最低点 这是一个关键词 哇对那这个time range就更大了 所据的代表的意义也更重要了 好我们先讲一下 其实做贷款非常简单 如果你不sure你说 哎呀我要准备每次别人叫我做贷款都麻烦麻烦麻烦的要死 我说那叫难者不会会者不能 其实非常简单 打个电话给我们 然后我帮你脑子里顾虑一遍 告诉你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基本上就填一个申请表 这个申请表呢如果你觉得很费劲不要紧 你只要会捡会填的天我们都给你mark出来 你名字social school number你的生日总知道吧 这个申请表该填的时间我觉得不应该超过10分钟 然后该准备的东西一个月工资单 两个月银行存款两年的W2 如果你是self employee 有很多房子的话 的话我们可能会问你要tax return 不然的话这三样东西就足够了 最后签字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十几年都是这么做的 坚守这个底线 就是永远就以客户怎么轻松怎么来 我们永远不会让你专门跑到顶正风下的雨 跑到抬头公司 为了省那么一点 我们省这么一点点钱 我们会pain notary public到你家里去 你不管什么时候 或者你觉得家里不方便 就进到图书馆 starbucks 你找一个地方 就给你签字了周末和晚上都可以的 好我们现在来看 no point no cost refinance 但是是在屋主自住屋 as of today 我们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利息 好我们先讲一下 conforming loan 就是贷款利贷款的速额 小于41万7的这个我们有些fix loan和arm的loan fix loan我们最低三十年固定 你现在可以拿到4.125 当然如果你要想拿到4.0 也有可能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房子是single family house 然后没有任何家建 没有permiro的地方 再加上了你这个房子 你的快利分只要超过740分 loan to value低于 超过740分 loan to value低于75% 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拿到4.0的利息 这个利息也是no point no fee 但是戴上硬胖就可以了 好320年固定2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拿到3.875 15年固定15年付清 我们最低只要是single family house 我们甚至拿到3.125 当然如果你要是condo的话 或者townhouse的话 3.25 但对不起 我只要讲一句小小的问题 这么多的利息 低的利息 对我们去别的地方 我一般都敢做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 旧金山这个地方 San Francisco的房子 基本上lander 是很歧视你的 这个最低天下最刁壮的lander 一定歧视你 没有一个例子旧金山的肯给你做 因为旧金山的房子 好多都有in law 都有什么车库改建 因为大家都想租出去 那个地方很多旧房子 对而且还有 改建的很多 对还有好多地方 没有permit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麻烦 好10年固定 1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拿到2.875 townhouse arm 就是30年的term 前10年利息固定 我们现在这个利息最低 可以拿到3.625 好7年 所以我们最低可以拿到3.25 5年可以最低拿到2.75 甚至我们可以小小的商量一下 2.625都是有希望的 但是这个要伴随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Super conforming 41万7到62万5 我们现在这个最低的30年固定 是4.25 即使对condo和townhouse都适合 然后有家间也没有关系 我这家lander比较友好 4.25 no point no fee 可以做出来 20年固定 20年付清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拿到4.0 15年固定 15年付清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3.375 turn one arm 就是说30年term 前10年利息固定的 我们这个利息3.75 比30年固定又相应的低了 0.5个百分点 7年三分万arm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3.5 五年现在可以拿到3.0的利息 听起来蛮低的 好 现在来看最大额贷款 就是超过62万5 一直up to long amount 200万 30年固定 你知道吗 这个30年固定相当的理由好 这个利息可以拿到4.5 但是很奇怪的现象 我做这个super jumbo的人 反而喜欢做3年5年 最多到7年 做30年的人非常少 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有很多人是这样子 原来他是财力比较雄厚 他可能有别的地方 还有很多房 他随时可以卖税 他随时可以把弄放下来 他反而不愿意做很长时间的 他想压低payment 对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30年固定 这个4.5的利息相当相当 说句实话 我只能加上相当相当相当 加三个相当的友好 原因是当我们那时候是在 我记得两三年以前 即使在那时候 super conforming的 30年固定相当低的时候 都低于4个百分点以下的时候 但是呢 对这个super jumbo 一般银行的时候 没有看到曙光 没有看到大房子 能返回来的这种曙光 他反而都是5.0以上 都没有见过低于4点 就5.0的 现在在这个 super conforming和super jumbo 只差0.25的情况下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 长期保持房子 也有可能想买一个 就是将来就是 就是退休的退休 不用worry任何事情的话 30年真的可以考虑 他4.5相当的低 15年固定 15年付清呢 他是3.75 当然这个payment相当的高 做的人很少 Tone one arm 我们现在最低 可以拿到3.875 7年最低 可以拿到3.625 5年最低3.25 都是no point no fee 甚至还有三年的 这个三年的是2.875 也是no point no fee 好 我们现在成胜追及 来看一下投资物业refinance 但是也是no point no cost的 对 投资物业 它的program比较少 只有conforming loan 和super conforming loan 当然超过 62万5以上的super jumbo loan 对one unit的house来说 我们so far 大概已经快六年了 没有见到任何lander 可以offer 所以我们现在讲 假如说我是超过62万5以上 你想去买投资物业的话 对不起 你要自己把payment先准备好 当payment先准备好才可以 好 41万7以下的 我们的conforming 你要求投资物业 必须放25%的当 这个贷款利息 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refinance 因为purchase 它每个地方不同 closing cost的不同 所以你就讲 因为你为什么利息 你要想做no point no fee 你利息可能会正负 差个0.125的样子 好 这个13年固定 我们最低 是refinance的话 37年固定 我们最低拿到4.5的利息 15年固定 3.625 7万1arm 3.875 10万1arm 4.125 有好多人投资物业 喜欢做arm的贷款 因为他觉得投资物业 不必要保持30年 或者15年这么长 是的 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讲 investment property no point no cost refinance 贷款的银码比较大 是41万7到62万5之间的利息 super conforming的investment property的贷款 如果你要是refinance的话 要求你就是loan to value低于65% 但是如果是purchase的话 意思就是说你要准备35%的当payment才可以 这个贷款利息 如果原来是只要closing cost在3000块钱以内对refinance来说 当然你要是purchase的话 如果就要像Santa Clara County的旧房子 或者是洛杉矶那边的那个county的旧房子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钱都是seller出 所以他closing cost也可以控制在3000块钱以下 这样的话 我们30年固定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4.625 no point no fee 我们帮你把1.75point买掉 他把你closing全部cover掉 所以最低能拿到4.625 15年固定 15年付近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拿到3.75的利息 7万1arm 我们现在最低可以拿到4.0的利息 7万1arm 我们最低可以拿到4.25 都是no point no fee的 其实惠敏听到这些 不管物主自助或者是投资物业的利息 都蛮低的 当然是很低的 很低的 去年最高的时候 你知道将近一个百分点 而且在这种Q1 cut到400亿的情况下 所以聪明的borr 实在是要利用黑暗前的黎明 要掌握低利息的时候 赶快把自己家最大的一笔负债 把它安排安排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就回来继续讲一个贷款小尝试 包准对您是非常有帮助的 想要找到惠敏精算子 请致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就可以预约一个一对一的面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的 现在到了我们贷款小尝试的单元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一道数学 简单的数学计算 但这个数学计算的看起来是是而非 因为太多人问我们这个问题了 而且这个小小题呢 其实在我这么多年啊 给你做了七八年的这种访谈礼当中 这种东西我其实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我自己记得有记忆来说 我就记得最少三次 但是呢 因为啊 现在是这样 老的听众还在听 新的听众在更新 用家进来 对不对 所以这感觉就是真正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旦新人在买房 你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的话呢 他们就永远有这么一个疑问 你看像我曾经做过这么一个事情 有一个客人十年前做的贷款 然后他的贷款利息 当时我们做五点五都已经三十年固定最低了 当时到三点五的时候 他从来不做 直到去年四点五的时候 有一天我不小心想到他跟他说服 才想到这个问题 你想想 何况是好多新人呢 那还是个老人 他买房子 他都有这样的概念 而且还是个中国人 还那么聪明的中国人 他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何况是现在 比如说有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他们会这么讲 说我现在三十年固定 假如说是去年五月份做的 因为我们现在想想嘛 现在的利息是去年以来 五月份以来的最低点 一年以来最低点了 去年假如说我是去年五月份做的 当时我三十年固定是四点五的利息 当然我们现在最低三十年 甚至能做到四点零了 甚至四点一二五了 但是我用个特例 我就说哪怕降零点一二五 四点三七五 OK 比如说我去年是四点五 现在是四点三七五 已经配了一年了 我值得付吗 好 你这个问题呢 想起来呢 他们就计算说 肯定我不付 我肯定不违法 违法干嘛 我前面一年的钱白交了 为什么白交 他们是这么样计算的 然后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错在哪里 精确的数学计算在哪里 你说打个比方 他是这么算的 他说你看 我是去年五月份买的 我已经付了十二个payment 我是四十一万七的贷款 我现在贷款利息四点五 我现在每个月付payment呢 是两千一百一十二块九毛钱 我after十二个月的payment 你知道我现在的本金 还剩多少吗 四一零二七三 就是四十一万零二百七十三块 没错呢 我就说啊 我现在如果利息变成四点三七五了 好 你给我来个三十年固定 你看起来 我的monthly payment是降低了 是两千零四十八块四毛三 你看降了好像一百多块钱 你看着还不到一百块 我看着还蛮开心 但是我其实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你看看 你又把我变成三百六十个月的payment了 我拿我三百六十个月 乘以这个二零四八点四三 我一下发现 我整个这三十年下来 我pay off我这个mortgage 花了七十三万七千四百三十四块八毛钱 如果我不refinance 我还不过三百四十八个月下来嘛 也就二十九年嘛 那我呢 曾经原来的payment 二一一二点九 我花多少呢 我才花七十三万五千两百八十九块两毛钱 结果你看 我做你这个refinance有多倒霉 我不但没赚钱 我还亏了 对呀 我干嘛要做这个傻事 我坚决不做 听到这里的时候 好像很有道理 对不对 其实不然 当然没道理 这个道理呢 连CN News都 我记得2002年 当我第一次 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mortgage市场 我过了半年以后 在进入的时候 我当时听到 我当时哈哈大笑 连CN News都会犯这种错误 何况是普通的人呢 对美国人 而且数学不是特别好的人呢 错在哪里 错在错误的参照系 就是说什么呢 你应该拿苹果和苹果笔 你不能拿苹果和一个西瓜 比谁大谁小吧 再大的苹果不如最小的西瓜 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有道理呀 所以我们用Apple to Apple的比较 怎么比较呢 用两种方法证明 你的计算是错误的 我的计算是对的 为什么呢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要记住 他忘了一个时间就是金钱 而且在时间的参照系点上 不同的时候 这个利息的计算方法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先用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这样想的 你说我现在refinance 我变成什么 如果我不refinance OK是什么样子 好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就这样 我refinance变成4.375了 但是我的比较呢 我的payment是 仍然按照我当年 不refinance的这个 211块2毛钱 就是我这样比较下来嘛 参照系 我keep同样的payment OK 虽然我refinance 但我keep同样的payment 你看结果是什么呢 发现结果是 我都提前了9个多月付清 然后我整个三十年下来 省多少钱 两万零六百九十九块 九毛钱 你看的是小数字 但是天下除了你爸爸妈妈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 恨无缘无故的爱 送你两万就六百九十九块吧 你说的对 很难扭到这种事情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东西还不直观 你说我还不直观 我就觉得好像 这算不太直观 但是我们就用个 更直观的方法 比如说好 你本来还剩下30年付清 还剩下29年付清 对不对 虽然我refinance了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 我refinance完了以后 我也按 不要按30年付清 我按29年付清 我看我每个月是多少的payment 你只要每个月付 2082.78 跟原来的2112块九毛钱 每个月 其实少付了30块一毛二 同样的时间付完 你发现你每个月 是少付了30块一毛二 你虽然觉得这是个小钱 但是这也够两个人 吃个大大的中餐了吧 对呀 对呀 所以我就觉得 做贷款这种感觉 一定要会精确计算 所以我们公司 我不好意思 我给自己号称一个精算字 就是讲精确计算的意思 所以这意思的感觉就是 不算不知道 一算你才会心跳 对不对 并且要计算的方法是对的 对了 有的时候就说 这话 就说哎呀 怎么这么通俗道理 没跟我讲 这有句俗话叫 话不说不透 砂锅不打 一辈子不带漏的 我今天就打这个砂锅 让大家漏一漏 哎呀 其实这样子的想法 实在让很多人呢 都改变了自己平常错误的一个思路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贷款小尝试 所以在您要决定 是不是应该要做refinance的时候 打个电话给精算子 他就用这个方法给您解释一下 所以事情一点就透了 一说就明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给我们对我们做贷款的人来说 当前的大计 你就是看一下 如果你是fix loan的话 你只要贷款利息 打个电话给我们 只要贷款利息 比我们现在给你的要高的话 只要你现在的高 比我们哪怕低0.125 只要是我们给你的是no point no cost 一定要做 这是对fix的贷款来说 如果是arm的贷款 哪怕是同样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同样的 假如我一年前做的是这样的利息 现在一年以后还这样利息 你说我值得做吗 当然该做 你本来你为什么做fine 你就是为了占小便宜 每个月省点钱 省点payment 让keep同样的payment 你本金降得快吗 那你想想 你要是不做的话 你只剩下四年时间了 我们现在又多给你五年的 又多出一年的时间 你不要看不起这小小的五年 也许最多的这个五年呢 就起着生杀雨夺的可能性 因为假如说 现在经济一旦马上恢复的话 你四年 也许经济连好四年的可能性会有 五年的可能性 可能就把你的危险系数 降得低得多得多了 所以一个是从时间的参数来着想 一个是按到现在就是黎明前的 黑暗前的黎明的这个参数来讲 都是值得考虑的 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惠敏还有一个语重心长的建议 要讲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 对上次已经讲过 但是我今天真的希望大家再听一听 因为六月三号就是初选日了 因为上次我们讲 大家赶快去register 现在register已经过了 如果要有register的话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去选 因为没有votes就没有rights 记住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原因是华人这么强大的一个团体 有好多人说 我们要打入主流打入主流 其实我们华人都已经属于上流社会了 听起来我们的声音太弱太弱了 原因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起一个法案 就把我们给压的滴滴的 你想想我们最得意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脑子好啊 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孩子上个好大学啊 SA5这么严重歧视这个族裔 根据颜色来歧视族裔的这个上学的法案 居然就差点通过了 如果不起来反抗的话 虽然SA5暂时死掉了 但是很可能就会卷土重来啊 你要记住一句俗话说 别人打你一拳的时候 你虚防他一脚 再来出这一脚的时候 就可能会非常非常重了 所以当你打架的时候 别人打架其实打的什么 就靠一个气势 这俗话说的好 就冲的怕恨的恨的怕 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只要我们华人起来反抗 这个SA5就让他永远不可能再翻身 当然你不翻身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唯一可能的 我们现在就是必须就是选啊 就要竞选发出我们的声音啊 对不对 所以记住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就为咱子孙争口气 这样的话 我们华人就会得到 永远会得到最公正的待遇 别人才会尊重你 团结到什么程度呢 原来根本都没有什么多大的声音 但这一次 你看看自从SA5出来以后 他们都起来反抗 就觉得这是争取我们华人权利的机会了 当然有孩子的就更 应该就是为大家争取一下了 选谁呢 选贤语 不分主义 你不要觉得 他是什么就一定能代表我们 但是不代表 不能说 他是中国人就一定代表我们 他是一定亚裔就代表我们 你看看 不管是什么 你要看着他真正的思想是想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呢 当你就是每一个候选人的 他们做的一些什么事情 哪些能代表你 哪些不能代表你 我觉得这应该好好听一听 然后我今天要稍微讲一个 带出一个小小的感人的一个故事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好的 这是一个什么 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而且是我们一个小校友 你知道吗 这么一个年轻的爸爸 他当时他的女儿要出生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为了这件事情 SFR为了选民登记的这个事情 这么多 就是已经忙了 忙得到 太太在医院里待着的时候 实在困得不行了 都不敢打一个盹 最后实在饿得不行了 去麦当劳买了一个汉堡 就这么十分钟的功夫 女儿出生了 你看看 这是他最后一个孩子 现在虽然有一个儿子 但是这是女儿啊 最后的这几分钟 这个历史的时刻没有见证到 你想想本来都是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的 却没有见证到 这还不算 他这样一个工程师 他不分 就是不觉得对自己没有节假日 就是你看多出来的事 你看孩子刚刚生 要有多少多少事情要做 对不对 每天上班又这么这么这么忙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每个周末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就敲每家人的门 就给大家就给大家去影响 哎呀我们这要应该是因为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了 一个三岁的儿子扛在街上 星期六跑去扫街一扫扫三个半小时 忘了带水 粗心的爸爸忘了带水把孩子饿的 就是不要说饿又饿又渴的哗的哗哗哗哭 孩子实在受不了了才带着孩子回来 可敬的精神 好的呼叫大家6月3号的初选一定要去投票 非常感谢惠敏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 我是周乐代表矽谷华人电台跟您说一声晚安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钟再会拜拜